我想很抱歉 还要耽误你们五分钟 我想讲一讲关于大来喇嘛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他也很关心大来喇嘛 应该说我们的西装从大来喇嘛五九年走了以后 整个的西装发生了凡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 政教合业的制度从此一去不复发了 第一 第一 政教合业的系统是永远变成不复发了 虽然很遗憾地他比俄泽的Renaissance 这个文艺佛星之前 那个政教合业的分开的时间比他那个玩得多了 另外一个在达赖政权下面的一百多的农奴解放了 我曾经九零年到这个解放的农奴家里都做过客 And the more than one million Serbs under the rule of the Dalai Lama were liberated In 1990 when I was in Tibet I went to visit the liberated Serbs And now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utonomy is in practice in Tibet And the people there they have their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这我到中央工作以后我动员了我们二十九个省市支持西藏 包括一些生产比较落后的比如青海省 也要拿出钱来 大概将近八十亿人明白 六十二个建设现在建成 Since I came to work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 have urged the rest twenty nin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To assist Tibet in its development Even including those provinces that are not very developed such as Qinghai province So altogether nearly eight billion RMB yua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were raised And already sixty two projects have been completed in Tibet 另外我们对西庄的宗教信仰都有显摆有关 对于许多的安关事业 包括那个拉莎有名的古德拉公 我们把了将近一羽人民为一分钟的精绪把它换入一些 As for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here is clear stipulations in our constitu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 religious belief And this also includes in Tibet And we have also spent a lot of money in renovating the Lama series and the temples in Tibet And we have spent 100 million RMB yuan and the one ton of gold In renovating the Potala Palace What if you are going to do? Once did츄 I thought There is no need to do not be used to Talking about this Anship ification In In Kat S KE Kat ák stabilcing Gel wygląda 他们是敞开住的 而且我们有路干的沟通的渠道 这个点呢 我希望 达来 它能够有积极的变化 Just now President Clinton also mentioned Tibetan issue and the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Actually As long as the Dalai Lama Can publicly make a statement And the commitment that Tibet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And he must also recognize Taiwan as a province of China Then the door to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is open Actually We are having several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So I hope the Dalai Lama will make positive response in this regard 最后我还要讲一句 中国的宪法 对于西藏的宗教自由 包括别的 中国其他国地的 其他的宗教的自由 是保护的 但是我本人 作为中国人民共和的国家主席来讲 我是共产党人 是无神认争 但是丝毫不影响对于西藏的宗教自由的尊重 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去年访美的时候 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 我发现许多人 现代的文明 也是教育水平度很高 科学技术水平度很高 但是他们呢好像还很信这个喇叭教的教义 就这一点呢 我也正着带着一个问题在研究 Why? 为什么? 我感觉克林顿总统 他是非常坚持美国利益的 我呢也坚持中国的利益 但是我跟他两人还是可以非常友好的交谈协商 这是什么? This is democracy I would like to speak a few words in addition This question 就是由于我们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地底位置 相距万里 那么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有不同的价值观念 那么因此我认为 在有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两个国家有不同的地域 我们也有很多地域 我们也有很多地区别的地区 我们也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不同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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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两个国家有两个国家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快要到二十世纪目 就要进入到下一个世界 科学技术如果由纽约的时代来对比 不知道发展得多 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世界也应该是 对民主 人权 自由 这许多的观念应该是相对的 应该是具体的 由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 所以我也是分主张 对于这些问题 比如像 我们可以在互部和内政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对于在这个世界上 一般应该遵守的原则 毫无疑问 我们也是遵守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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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ush 他有很多比较诠释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天主教的 说是有戏人呐被关押或什么 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要说明一下 就是中国从建国以来的宪法 所有的宪法都规定宗教信仰是有自由的 这个宗教我想我们中国的宗教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有天主教有耶稣教有这个 耶稣教因为这里面有卡少人 我就不去想去分了 那么有穆斯林伊斯兰教 还有中国的一种教叫道教 道一顺 那么这许多信教 宪法都规定都有自由 虽然我不信教 但是我还是很感兴趣 各种宗教的一些 比如说白本 比如说这个可兰经 那我都念 包括中国的佛教的佛经 金刚经 我也是看 所以不管他什么教的教徒 必须要 共同有一点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那凡是他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那恐怕就并不是因为 他是相信哪一个教的 就会得到宽恕 这一点呢 我作为国家主席 恐怕也无权过问司法的这种问题 美国的飞机 资金 还是 就在我们的海南的基础上 另外美国的 机组上面的人员 24个人 安然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是在想起 我们的那位驾驶员 至今 好不一样的 而我们的那架飞机 也已经乘搭了一遍 我讲一个飞机 很适当的问题 在这个日常的走路的过程当中 也说两个人共围起来 我看 经常 不会听到 excuse me 美国的飞机 走到我们的 这边来了 你不讲一声歉意 这是合理的吗 主席女士 我还考虑到 今天 这个场面 你可能也有所得 你们的国家里面 有一些人 要喊口号的 可能认为你做得好 是个勇士 但是你失去了一个 中国的朋友 请原谅我 我要离开这个稿子 讲几句话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I'm sorry to say that Maxi 不过 在他演讲之后 一位女学生提问说 您来美国之后 遇到了一些抗议行为 包括今天校园内的一些造声 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抗议和造声的呢 江泽民主席说 我到美国来从夏威夷开始 应该说 我就 对于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 因为如果是 从 这个这个民主的概念呢 我脑子多得很啊 这是对美国的民主 我来了以后 有具体的机会 比过去书本章 确实要有具体的 虽然我已经七十一岁了 但是呢 我的耳朵还是很尖锐 那么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 我就听到外面的高音喇叭的声音 那么但是呢 我想 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的声音要比它还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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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一不嫁深思 你 吸引 互不退去 江泽民同志 十一月三十日 在上海逝世 享年九十六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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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